有一個東西可能同學比較容易混揚 這裡有一個東西叫做CUI 使用者設定 然後呢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叫做個案設定 個案設定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重修的有沒有人知道這兩個什麼不一樣 不知道 對 記要的話你可以改這些東西 對不對 那你記要在存的時候有沒有存介面 有沒有 沒有 其實有耶 其實它有 所以我跟各位講 很簡單你記得一件事情 記要就是個案設定 它是最大的 它是什麼都存的 它是什麼都存的 如果你是CUI CUI只管什麼 只管介面 那只管介面的東西 會不會管 autosave在哪裡 會不會管 右鍵是不是enter 會不會管 shim的加入選機 會不會管 顏色 那就不管了 知道嗎 它只管這些東西 那所以可能 可是 它有絕大部分對於user也是重疊的 你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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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設定的切換 來選擇工具列開 或不開喔 你可以這麼做 你也可以使用 切換 工作區 來選擇這個工具列開 或不開 兩個都可以 那到底你要用哪一個 到底要哪一個 好 我跟各位講 很簡單 你先想一下一件事情 如果我今天用CAD2D的個案設定 這個按鈕 打開了 AutoCAD 對不對 所以我的儲存檔案位置 我的環境選項設定 內定是不是都在我所謂的CAD2D的這個地方 對不對 所以 我用2D的專案設定 去打開這個CAD 所以我在畫2D的東西 這沒有問題 那畫一畫之後 可是我這個專案 也許 我現在做一張桌子 這張桌子 我需要用到3D的介面 那我用到3D的介面 難道我要把CAD關起來 我在開CAD的專案設定嗎 對 你就直接切換就好了 知道嗎 就直接 根據 我現在2D的專案設定 我直接切換使用者介面就好 切換到這裡 畫一畫一畫一畫 3D東西畫好了 畫好了 我是不是又切回2D的 我又繼續畫 可以嗎 所以應該是說 你先選擇一個 你到底常用的是2D的 你現在要畫的東西是2D還是3D 那你臨時需要別的工具的時候 你才去用使用者介面來進行切換 切換之後你還會換回來 你可能90%都在畫2D 偶爾畫到一下3D 但大部分你還是會換回2D 這樣可以了解嗎 也就是說你不用每次都把CAD關掉再把它打開 再換那個焊鈕再把它打開 那是一個蠻白癡的事情 那所以 專案設定比較大 然後CUI比較小 你有這樣的觀念就可以了 來自己看一下